回到台湾困团 带你来看看 那么大埔案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谈的是 反南铁东夷案 来看到大埔开发案 现在是四户的问题 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特别是在这里 自救会成员朱冯明老太太 也自意身亡 但是来看到南铁的铁路地下化 这个反东夷案 有407户要被拆迁 在这里也在去年的时候 在自救会这里为詹老太太 因为实在不想要让老房子拆迁 在这里也因为 因此将忧心过度而往生 我们都不希望这样事情发生 但是在一个土地的征收案件当中 它就是让这样的不幸事件 不断的一个重演 我要请教黄先生 有了大埔的前段经验在这里 你觉得你们应该继续怎么样努力 才可能保住你们家园 但是在这边 你觉得市政府会给你们这样的空间吗 还是按上一个名字 你们一旦拒绝拆迁的话 那个大坛来发展以后 你们是罪人 是啊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非常弱势的 然后我们又释出太多的善意 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从中得利 或者是只是死要钱 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事实上就是没有 就是我们也不愿意 他们讲的大帽子 我们会延宕 造成都市的罪人等等 那我们是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无非求的是说 你要征收我们地 我们都愿意做某种程度的 牺牲配合你们 故意人啊 真的说是故意人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消费我们 所以我们上周是人无非可忍 我们速度跟那个赖市长想要沟通 苦无机会 媒体也都是在地方上面 媒体没有办法去关注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 上个礼拜也是人无非可忍 老回来就会来中央场 都抗议 所以我们觉得说